女孩最后一次照相 他让摄影师给自己修好看一点 可摄影师却说 那样就不像证件照了 女孩说不是证件照 随后指向远处的照片 男人瞬间明白了一切 眼睛这里还可以放大一点 女孩名叫东景 就在昨天 他检查出脑袋里长了个肿瘤 医生建议他做个组织筛查 东景得知检查需要一个星期 才出结果便拒绝了 因为年假已经被他用光了 实在没办法再请一个星期的假 医生无奈表示那就别做了 做手术能活一年 不做手术只能活三个月 即便手术 这一年也无法正常生活 而面对高昂的检查费用 东景选择三个月分期支付 他打算在离开前还清这笔钱 无助的东景坐在公交站台 用手机搜索有关脑流的资料 突然男朋友打来电话 东景为了不让男友担心 并没有把生病的事告诉他 两人约着等下一起吃饭 没想到等来的确实 东景这才知道男友早已有了家事 曾经的海市山盟 纯情少男都是骗人的 现在郑主找上门 将一切责任都归结在东景身上 可东景又该向谁发泄呢 就在这时女人因为情绪激动动了胎气 东景见状立即将她送进医院 看着面前善良的东景 女人选择了相信 东景却说 没想到第一个知道的人 竟是男友的妻子 回到公司 东景因为迟到又遭到了老板的训斥 中午在咖啡厅的事情 也被网友拍了下来传到了网上 还上了热搜 老板看见更加气愤 一路之下辞退了东景 这时外面突然下起雨 东景看向周围 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雨伞 心情再一次跌进谷底 她路过一家蛋糕店 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买下了店内最后一个蛋糕 她把父母的照片摆在蛋糕前 因为今天不仅是她的生日 还是父母的忌日 这样也算是一家团聚了 放后东景一个人到天台借酒消愁 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 东景看着天空划过的流星 大声喊出此刻的心愿 然而她还不知道 自己一时的贪念 竟然被掌管灭亡的灭亡神听见了 男人是灭亡神 掌管着人类的毁灭和消亡 灭亡不经意的动作都会影响着周围 刚准备启动车子 不远处就发生了车火 抽颗烟姐姐们刚打着火 马路中间瞬间出现一个天坑 周围的人都看傻了 这下灭亡的心情更糟了 今天原是灭亡的生日 却因为一个人类强制加班 早上灭亡来到医院 一个失魂落魄的女人迎面走来 险些摔倒 灭亡伸手将她扶起 对于普通人类来说 灭亡还是很友好的 除了有点自恋 随后潇洒地离去 准备迎接她的客户 这是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被推了进来 一个护士走过来 灭亡冲她微微一笑 下一秒护士的意识就被操控了 按照灭亡的要求 拉上窗帘 除了警察 禁止任何人进入 灭亡慢慢地走上前 浮在男人耳边轻声细语 男人瞬间清醒 惊恐地看着灭亡 原来这个男人此前在市中 新手持凶器 无差别杀害了七个人 最后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选择自杀 男人的行为让灭亡很不爽 一把掐住男人的脖子 男人奋力挣扎还是无济于事 灭亡要暂时收走降临在男人身上的死亡 与此同时 男人脖子上的伤口也跟着慢慢愈合了 他并不打算让这个凶手死 对他来说活着才是最痛苦的惩罚 接着警察过来了 灭亡满意地离开 天台上 一个女孩已经等在这里 女孩看向灭亡 抱怨她怎么不换了衣服再来 灭亡表示这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说完随手挥去了血迹 而女孩也不是普通人 她便是创造一切的神 灭亡只不过是她其中一个作品 她借助病人的身份生活在人类世界 感受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神要求灭亡永远为人类服务 知道今天是灭亡的生日 准许她去完成某个人的心愿 即便是神也逃脱不了打工人的命运 连过生日都不是为了自己 生气地回到家 耳边回荡起神对她说的话 这样的设定让灭亡心里十分恼火 可是又无法违背神的意愿 她一边喝酒一边听着人类的愿望 突然流星从天空划过 灭亡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 或许这一刻也正是灭亡所想 不惧女孩半夜听见门铃声 打开猫眼向外看 竟然看到了岛国雪山 东景吓了一跳 揉揉眼睛再看一下 外面又变成了欧洲古堡 这下彻底蒙圈了 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第一次见这么有礼貌的死神 灭亡说知道你因为疫情出不去 所以特意带你看看外国风景 东景想起来这个男人白天见过 问他为什么来自己家 男人却说是你叫我来的 东景不解问男人到底是谁 男人介绍自己就是灭亡 说完就开门走了进去 毫不客气地坐到沙发上 看见桌上摆放的蛋糕 说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东景以为男人是变态跟踪狂 准备打电话报警 下一秒手机就直接关机了 想逃跑可没有锁上了 灭亡表示别白费力气了 接着拿起一块蛋糕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东景问男人到底想干什么 谁知灭亡却说 你不是快死了吗 然后随手一指 在日历上标祭出日期 正好是一百天以后 灭亡说自己是来帮他实现愿望的 东景以为这是脑瘤引起的并发症 出现了幻觉 灭亡理解人类的困惑 毕竟这好事说出去也没人信 接着起身离开了 东景呆呆地站在原地 再看桌上完整的蛋糕 更加确信这一切都是幻觉 然而下一秒 他就出现在了灭亡家里 东景不知所措 以为自己被绑架了 灭亡表示是自己进入到了东景的梦里 此刻东景的肉身还在呼呼大睡 他不敢相信 梦中的感觉竟如此真实 他想赶紧离开这里 向着外面就冲了出去 推开门却是万丈悬崖 这时灭亡一个响指 两人直接来到了海边 灭亡说这个就当是还东景的蛋糕钱 至此东景终于相信 面前的男人真的不是人类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 灭亡说在流星滑落的瞬间 只有他在真心的呼唤灭亡 灭亡叫他确认让世界毁灭的心愿 这时东景被闹钟唤醒 一切只当是一场噩梦 上班路上灭亡竟然又出现了 缠着他确认愿望 并且还免费提供许一送一活动 但是东景怎么可能同意 让世界毁灭这种荒唐的愿望 直接无视他 男人拥有超能力 他能让癌症患者感受不到疼痛 缺点就是需要每天按时充电 而充电方式就是两个人牵手 自从被医生诊断出脑瘤 宣告死亡日期后 东景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早上坐着拥挤的地铁 内心幻想如果大家都消失就好了 随后地铁里灯光闪烁 当灯再次亮起时 刚才拥挤的人群全都消失了 只看见毁灭万物的灭亡 灭亡笑着对东景说 在他内心里本来就有毁灭世界的心愿 东景疑惑地看着灭亡 下一秒地铁又恢复了正常 马路上东景脑瘤发作 差点就被货车撞上 灭亡禁止了周围所有的事物 禁止走到东景面前 要他做出选择 是要死在这里 还是抓住我的手 面对死亡的压迫感 东景抓住了灭亡 这一刻两人的契约正式确定 东景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灭亡无奈只好再次展示超能力 一个眼神店里的灯泡全都熄灭了 接着关闭大家的手机 晴天白日天空竟然下起了流星雨 这下东景终于相信了灭亡的能力 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灭亡提醒东景两人已经签订了契约 这就意味着今后的日子里 灭亡会出现在东景的生活里 说完灭亡准备离开这里 因为他感应到有人想要自杀 他必须要出面阻止 临走时灭亡送给东景一根红绳 并保证在最后的日子里 不会让他饱受病痛的折磨 还叫他好好想想要让灭亡完成的心愿是什么 灭亡来到监狱 这个犯人刚刚上吊自杀 灭亡走进房间弄断了绳子 因为男人是杀人狂 所以灭亡取消了男人死亡的权利 让男人生不如死的活着 耳边想起受害人家属对男人的辱骂 时刻接受人类的唾弃 男人被折磨的有些发狂 之后灭亡来到医院 女孩就是创造世界的神 灭亡说你不是让我完成人类的心愿吗 现在他找到了一个有趣的人 那个人的心愿就是让世界灭亡 神提醒他 如果世界毁灭了 那他们也都会随之消失 做坏事是会被惩罚的 灭亡表示自己已经身处在惩罚之中 晚上东景再次经过红绿灯时 脑海中响起白天货车即将撞向自己的画面 恐惧再次袭来 灭亡突然出现牵起了东景的手 借着充电的名义拉着踏过马路 这时东景问灭亡 如果自己毁约了会怎么样 现在的他在死之前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心愿 如果他一直不说出灭亡的心愿 直接死了呢 灭亡听到这表情严肃地看向东景 并说如果那样 死亡就会降临在你最爱的人身上 东景听后非常愤怒 痛斥灭亡就是个骗子 灭亡反问道 如果你事先知道 难道会改变吗 下一秒再次回到车祸现场 东景恐惧地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公平起见 灭亡重新给东景一次选择的机会 是此刻马上死亡 还是选择将生命交给灭亡 东景愤怒地质问灭亡 为什么偏偏是他 灭亡回答是命运 曾经他也问过神同样的问题 神的回答也是命运 无论是他还是东景 都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神也是如此 被创造时也是一样无法选择 必须接受这副天生患有心脏病的身体 这就是他所付出的代价 眼看着货车渐渐逼近 东景大喊让灭亡赶紧停手 即便知道了毁约后的结果 在面对死亡时 还是会本能地反抗 东景走到灭亡面前 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如此这般戏弄 让东景非常气愤 灭亡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人人都厌恶他 男人隐瞒婚屎到处沾花惹草 幸好老天有眼被老婆发现和他离婚 他怀疑一切都是情人倒的鬼 于是跑来情人的公司大闹 东景来到公司想要制止渣男的行为 不料被一把推开 原来男人伪装成纯情小伙 故意接近他 东景在不知道男人结婚的情况下 与他恋爱 知道真相后果断结束关系 完全没想到男人竟然自己找上门了 渣男质问东景到底和他老婆说了什么 还说东景没风度 不但没有父母还没有钱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你 听到这话的东景气愤不已 这时他想起了可以让万物毁灭的灭亡 他说过会满足自己一个愿望 干脆直接许愿让男人消失好了 可是转念一想 唯一一次实现愿望的机会 用在眼前这个渣男身上实在是太可惜了 同事们也无法忍受男人对东景的侮辱 直接将他扔了出去 可男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继续对东景恶语相向 就在这时 渣男的老婆及时赶到 向大家表达了歉意后 耗着男人的头发离开了这里 东景自知无言待在这里 向族长递交辞成 却被拒绝 看着日历上标记的死亡日期 东景终于决定要做点什么 灭亡陪着他一起去拍一照 回家路上提出充电要求 虽然很不情愿 但东景还是把手搭了上去 就在这时 一旁的路灯开始不停地闪烁 他以为又是灭亡做的 灭亡无奈地表示 虽然不是我做的 但确实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 而他就相当于一个案件 随便一个动作 手势 甚至是呼吸 都连接着灭亡 这便是他存在的意义 东景这才发现或许灭亡也是身不由己 灭亡送东景回到家 这时东景的人渣前男友突然出现 无赖地跪在面前求复合 可东景已经恨透了这个渣男 嫌弃地踢开他 纠缠中东景的一照摔碎在地上 这个行为惹怒了灭亡 一把抓住了男人 渣男叫他不要多管闲事 谁知下一秒 灭亡看着东景直接喊了句老婆 渣男呆呆地看着灭亡秀恩爱 却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 还说三个人也可以一起生活 没想到却被东景的弟弟听见了 抄起家伙就追了上去 东景蹲下身拿开遗照上的碎玻璃 手指不小心被划破 灭亡心疼地看着东景 之后在他的手指上轻轻一划 伤口瞬间愈合了 接着拿起照片轻轻一拍 照片又恢复了原样 将遗照递给东景后转身离开 这时东景却叫住了他 厄运少女和冷面死神同居 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清醒后的东景有些后悔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取消提议 当他打开卫生间的门时 外面已经是另一番景象 自己家竟然和灭亡家连接在一起了 灭亡表示自己实在没办法 和别人生活在一起 索性就把家搬过来了 如果后悔了还来得及 东景看着家里突然多出的200平 瞬间改口 这么大的房子让他的心情激动万分 他现在只关心自己 做几号线能来到这里 灭亡好奇地问东景 不会喜欢上自己了吧 东景立即否认 说不是你让我缠着你的吗 还说这就是我的命运 这时东景问灭亡他今晚睡在了 哪个是他的房间 灭亡表示自己不吃饭也不睡觉 如果想睡觉的话随便在哪都行 东景不服气 这里明明还有很多房间 难道不能云一个给我吗 说完不顾灭亡的反对 直接打开了房门 可是每个房间里都是客厅的模样 这让他非常生气 就在这时听到了弟弟的声音 东景这才意识到 原来这里只是空间的连接 位置并没有改变 他打开门 弟弟已经等在外面 他告诉东景 刚才的渣男已经处理了 叫他不用担心 这次老天都站在他们这边 就在他追着渣男来到马路上时 突然出现一辆车将渣男撞倒在地 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也要在医院躺上几个月 已婚男已经处理完了 现在轮到另一个 弟弟不顾东景的反对 闯进房间开始寻找 此时屋内已经恢复了原样 当弟弟打开东景的卧室门时 发现灭亡正躺在姐姐的床上 并且亲切地喊东景老婆 看着灭亡肆无忌惮的样子 弟弟忍不住想要揍他一顿 因为灭亡能听见人类的心声 所以每句话都说到了弟弟的心卡上 还劝弟弟如果觉得孤单疲惫就说出来 不要一个人硬撑 几句话成功征服了弟弟 拉着灭亡的手说 今后姐姐就拜托他了 之后失去地离开了这里 看着弟弟反常的举动 东景知道一定是灭亡岛的鬼 当他再一次看向灭亡时 却发现家里的另一半又变成了灭亡家 毫无征兆地随意切换让东景非常惊讶 灭亡告诉他 既然他们已经同居了 这种情况以后会经常发生 要东景做好心理准备 还说弟弟就是他最爱的人吧 如果毁约 那么死亡就会降临在弟弟身上 东景否认弟弟是他最爱的人 叫灭亡不许伤害他 接着拿出被子躺在沙发上 防止灭亡趁他睡觉时对他的家做些什么 虽然两个人在一起是大多都在吵架 但是灭亡总在不经意间照顾着东景 第二天东景突然发现事情不对 如果他毁约 死的人就变成了弟弟 如果遵照合约让灭亡毁灭世界 那么到时候弟弟一样会死 这个买卖不划算啊 灭亡反问道 难道当初许愿要毁灭世界时 就没想到过弟弟吗 东景辩解说当时并不是真心的 灭亡却不以为然 如果不是真心的祈祷 灭亡根本就不会听见 东景开始后悔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他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这天东景照常上班 灭亡在医院体验生活 这时神警告灭亡 叫他不要过度干涉人类生活 做好自己的事情 灭亡无奈的离开 东景回家看到灭亡 跟他抱怨今天的工作 而灭亡却一脸严肃 叫东景赶紧许下毁灭世界的愿望 还说马上到充电时间了 自己也不会再牵起他的手 说着东景的红绳就失笑了 剧烈的疼痛席卷全身 东景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想要充电 灭亡却问这个是你的愿望吗 倔强的东景将手放下 死死地盯着灭亡 最终灭亡还是无法狠下心 轻轻地摸了下东景的手 疼痛也随之缓解 接着东景起身站上高台 身体向后倒去 幸好被灭亡伸手救下 而这正是东景的计划 他知道灭亡一定会抓住他 灭亡总说自己不吃不睡 也没有任何情感 可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东景决定让自己爱上灭亡 只有让灭亡成为自己最爱的人 那么违约的伤害 才不会降临在他家人的身上 灭亡听后一把搂住东景 并且告诉他 既然如此那就好好爱吧 爱到可以为了他毁灭这个世界 到家后东景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被子和灭亡一起睡觉 灭亡说人类全都不喜欢他 对他只有埋怨和厌恶 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爱上他 东景却说他可以做到 之后灭亡带东景来到卧室 以为这样他会改变想法 没想到东景一脸无所畏惧 直接躺在了灭亡床上 两个人被对被躺在一起 灭亡讽刺着人类不知道天高地厚 东景却在想 如果刚刚真的死了该多好 虽然在他内心十分憎恨灭亡 可此刻的灭亡 却让东景感受到了温暖 灭亡看着东景沉睡的模样 忍不住内心的悸动 他不愿承认带有情感的自己 接着离开了卧室 灭亡走在大街上 耳边都是来自人类的抱怨和牢骚 这让他觉得人类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而对于恋爱小白的东景来说 要在90天内爱上一个人谈何容易 他甚至在网上搜索如何去爱 终于找到了坠入爱河的101种方法 到家后就开始尝试 他叫灭亡到自己的梦中 学生时代的东景 是一个身体虚弱的女生 突然一个足球朝着他的方向飞来 灭亡及时出现帮忙挡了下来 可是对于这个剧情 东景却完全没有心动的感觉 随后进入下一个场景 图书馆里 东景遇到心仪的学长 开心地给学长递上饮料 当灭亡抬起头时 东景看着灭亡的装扮瞬间没了感觉 接着进行下一场 灭亡开着豪车 嘴里叼着黑卡 本打算秀一下炫酷的车戟 然而太油腻了 依然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 为了能多了解灭亡 东景提出看一看灭亡的世界 男人是灭亡神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象征着毁灭 所到之处万物凋零 呈现出一片死寂的灰色 东景看着这样的灭亡 眼里不禁泛起泪水 或许爱上一个一碰就消失的存在 也很心酸吧 心酸到不想爱上他 东景明白了灭亡为什么逃避 他慢慢地走向灭亡 拉起他的手 灭亡看着周围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心中既震惊又生气 正脱了东景的手 与此同时东景也从睡梦中醒来 但是对于这次经历东景非常满意 他决定原谅灭亡 灭亡无法理解 渺小的人类竟还想着原谅神明 这种感觉让灭亡很不爽 他不相信有人类会喜欢上自己 于是肆无忌惮地刺激着东景 甚至用东景弟弟的生命调戏他 东景恶狠狠地盯着灭亡 要他收回刚才的话 可灭亡还是不依不饶 逼问他许下愿望 东景说希望灭亡马上去死 只有这样 或许才能体会东景此刻的心情 灭亡打算给东景一次机会 他把东景带到梦中 将手枪递给他 很快就能实现愿望 见东景无动于衷 灭亡拿过手枪 对准自己扣动扳机 里面竟是空弹 之后对着天空开枪 却发出震耳的响声 倒出枪中剩余的五颗子弹 证明手枪并没有问题 没有人能够杀死他 这就是灭亡的命运 东景也更加坚定一定要爱上他 这样灭亡就能永远痛苦地活下去 东景生气地回到家中 打算一个人悄悄地结束这一切 这时突然接到弟弟的求救电话 急忙赶往医院 殊不知一切都是弟弟倒的鬼 故意要护士夸大伤势 为的就是从东景那里骗取钱财 可还是被东景发现了 气得转身就走 弟弟一蹶一拐地追出去 却被一位医生拦住了 这个医生正是给东景诊断出脑瘤的人 弟弟这才知道东景患病的消息 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殊不知此时的东景正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东景走到门口遇见灭亡 两个人因为心里有气一直针锋相对 这时一个救护车到达医院 而里面躺着的是一个重型杀人犯 因为灭亡剥夺了他死亡的权利 让他每天生不如死地活着 所以他对灭亡有着强烈的怨恨 开门的瞬间杀人犯拿刀冲向灭亡 东景见状下意识地挡了上去 鲜血一滴滴落下 受伤的却不是东景 原来是灭亡死死攥住了刀子 东景缓缓地低下头 担心地询问灭亡 而灭亡轻轻地护住东景 接着恶狠狠地看向歹徒 此前男人因为手持凶器杀害了七个人 事后又想逃避法律的制裁选择自杀 灭亡为了惩罚他 收回了降临在男人身上的灭亡 让他生不如死地活着 可是这次男人触碰到了灭亡的底线 在灭亡的操控下 男人自己结束了生命 之后灭亡告诉东景 人类是无法爱上他的 因为大家都害怕和怨恨他 东景看着面前的灭亡满是心疼 轻轻触碰灭亡的脸颊 灭亡情不自禁地抓住东景的手 这时东景忽然想起灭亡受的伤 打开手掌发现只有鲜血 而伤口早已自动愈合 东景感叹着灭亡惊人的愈合速度 面对东景的关心 灭亡生气地甩开手 与此同时灭亡还抹去了周围所有人的记忆 没有人记得歹徒曾刺杀过他 好像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 灭亡为东景擅自跑过来 就自己的行为感到愤怒 因为灭亡本身是不会死的 之所以放任歹徒的行为 就是想给东景一个教训 即使这样东景也从不后悔 依然会担心灭亡 害怕灭亡会流血 会痛苦 他恳求灭亡不要再对他发火了 因为他是一个生命不到90天的病人 此刻两人心中牵挂的都是彼此 灭亡认为自己并不值得东景为他做这些 刚才的男人很可能会死 而凶手就是他 东景相信灭亡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因为灭亡原本就是这样的存在 这是灭亡第一次被人类信任 突然东景的弟弟哭着跑过来 弟弟已经从医生那里知道了东景的病情 抱着东景忏悔着自己的过错 晚上三个人一起回家 弟弟问灭亡知道姐姐生病的事情吗 曾经以为灭亡是在利用东景 没想到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弟弟正是同意了灭亡和东景一起生活 现在开始将东景交给了灭亡 而自己也承担起了监护人的责任 赶紧找一份工作 赚钱给姐姐治病 接下来的几天 灭亡和东景相处的十分融洽 东景会教灭亡试着用人类的方式去思考 还给灭亡起了一个人类的名字 之后灭亡便以东景同事的身份出现在公司 时刻关注着东景以及他和男同事之间的关系 灭亡会假借受伤的名义趁机接近东景 两个人一起下班回家 灭亡把东景拉到自己身边 小声地告诉东景 对面的人在下一站就下车了 正如灭亡预料的一样 东景不可思议地看着灭亡 这是自己上班以来第一次坐着地铁回家 灭亡说这些都是通过观察东景的状态想到的 我看你很累 所以想到你会想坐下来 东景听后非常感动 这天东景跟灭亡抱怨上班的苦恼 灭亡提议东景直接许愿成为有钱人 这样就不需要每天辛苦地工作了 可东景并不想把心愿用在这种无聊的地方 谁不是辛苦地活着呢 灭亡听后若有所思 走上前蒙住东景的眼睛 再次睁开时 两人已经来到了海边 只有在这东景才会得到放松 回想起种种过往 每次想哭的时候 东景就会一个人来到这里 他感谢灭亡为自己做的一切 同时也很好奇 东景看着电视上报道的杀人犯 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爱上他 自从灭亡来到东景身边 慢慢地他开始了解灭亡 原来不只是会呼吸的东西能够灭亡 人类的很多传统文化也会消失 每天看到的东西 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无法重新见到 时刻关注着这些也是灭亡工作的一部分 而灭亡早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他向东景表白 如果可能的话就爱上他吧 希望他能成为第一个爱上他的人类 东景有些不知所措 他知道灭亡是个好人 每次在他看到身边的事物消失的时候 脸上都会露出忧伤的表情 虽然东景很期盼自己能活下去 但是他现在没有信心在杀了他以后 还能幸福地活着 灭亡听后十分感动 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人心疼自己了 晚上东景打算将被子搬回屋里 谁知灭亡一把拉住他 灭亡渐软的步行只好来硬的 威胁东景要是进去了 自己就想办法破坏他的房子 东景只好继续睡在客厅 他不明白灭亡都不懂什么是爱 为什么还要自己爱上他 灭亡说正是因为自己不懂 才让东景这个懂爱的人去爱呀 东景无奈地躺下 确实灭亡说道 此时的东景内心百感交集 第二天灭亡和神速说着有关东景的事情 竟然会有人给神明起名字 真是个奇怪的人类 神却表示东景很适合灭亡 随后问起灭亡真的会消失吗 他提醒灭亡 人类的爱远比你想象中的要更危险 他们为了得到一个人 可以放弃整个世界 而结果谁都无法预料 晚上东景走在回家的路上 灭亡突然出现 伸手接过东景手里的东西 牵起他的手 两个人一起往家走 接着又开始说着甜言蜜语 东景知道灭亡又开始耍花招了 提醒他以后说情话的时候走点心 最起码也要拿束花拔 就在两人打闹的时候 弟弟突然走了过来 自从知道姐姐生病后 弟弟整个人成熟了许多 还会专程买姐姐最爱吃的红豆饼送过来 这时东景说明天要带弟弟去一个地方 原来他是带弟弟来做检查的 他害怕自己离开后 留下弟弟一个人 万一身体有什么问题该怎么办 医生听到这些很欣慰 至少在这世上还有东景所牵挂的 前段时间弟弟还打电话给医生 求他一定要救救他的姐姐 他说他不能没有姐姐 医生接着劝说东景接受治疗 哪怕是再活一年 再活几个月 也绝对不会放弃他 只要活下去总会有希望的 之后弟弟的检查结束了 灭亡也来到了这里 还送给东景一束花 弟弟提议三个人拍张照 纪念姐姐第一次收到鲜花 然而当东景看到照片的时候 突然发现手机里的灭亡 竟然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 灭亡解释他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不一样的 接着东景兴奋的问道 那我看到的也不是真正的你吗 事实上只有东景能看到真正的灭亡 这一点就连灭亡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东景心动了 同时内心十分纠结 对于灭亡的爱恋东景还是不敢接受 回到单位 他问同事 如果生命只剩一百天了 最想实现什么愿望 同事说那就许愿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吧 可是东景真的会选择和灭亡恋爱吗 女孩是创造世界的神 她的存在就是为了世间万物 神就像一个心情的园丁 悉心呵护着每一个生命 其中也包括灭亡 当她知道自己创造的灭亡和人类相爱了 神开始干预东景的人生 此时的东景并不知道女孩真正的身份 看着她随身携带的花盆有些疑惑 其实花盆里是神精心培育的花 每一朵花代表着一个人类 最终能开出怎样的花朵 神也无法确定 但是如果长出奇怪的东西 神可以选择拔掉重新播种 和东景简单交谈几句后 神便离开了 晚上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东景下车看见灭亡 她以为灭亡是来接她的 谁知下一秒 灭亡就拉着东景在雨中奔跑 她原本有能力让雨停下来的 可她不想错过和东景在雨中奔跑的感觉 之后告诉东景 下雨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没有雨伞也没什么 一边淋雨一边奔跑 只要坚持下去 很快就到家了 东景似乎明白了死亡并不是逃避的借口 她向灭亡许愿 希望她能爱上自己 没想到却被拒绝 事实上这个愿望对灭亡来说已经不算心愿 她早已经爱上东景 随后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而这一切都被神看在眼里 灭亡和人类相爱本就是错误的程序 出错了就该删除 此时的灭亡忽然意识到不对 身体不自觉地向后退 东景想要上前询问 没想到灭亡竟然消失了 于是赶忙往家跑 客厅已经恢复了原样 不再连接着灭亡的家里 东景无力地坐在沙发上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东景再也没有见过灭亡 就像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而此时的灭亡正站在一处高楼上 她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看着商场的广告 这才知道原来她回到了2014年 就在这时她看见东景 焦急地赶着公交 灭亡正要上前 神突然出现阻止了她 原来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而是用记忆拼凑出来的平行空间 在这里东景经历了公交爆胎 导致她面试迟到 错失了工作机会 灭亡想要上前安慰 可东景根本就看不见她 神说这一切都是灭亡造成的 在东景经历不幸时 灭亡一定做了某些行为 东景考试失误 又是父母的离世 就连东景的脑瘤 都和她脱不开关系 是灭亡无意中的举动 导致了东景悲惨的人生 灭亡愤怒地叫停一切 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神告诉灭亡 不要妄想和人类在一起 而此时的东景 站在站台上内心牵挂着灭亡 抬头竟然看见灭亡出现在对面 东景激动地朝着对面跑去 就在这时她的脑瘤发作 忍受着剧痛艰难的前行 自从灭亡上次消失后 东景找遍了所有地方 依然没有灭亡的影子 所以这次东景要求去灭亡的家里 如果再次消失 到时候也能知道去哪里找她 灭亡告诉东景 是自己判断错误 她不能接受东景的爱情 再加上神的警示 她是东景所有不幸生活的始作俑者 现在她已经没有勇气再去爱东景 灭亡提出结束两人的关系 同居生活到此为止 东景想知道原因 谁知下一秒便回到了自己家里 灭亡再次消失了 东景来到十字路口 希望用自己的恐惧叫出灭亡 可灭亡并没有出现 接着又来到天台上 想用跳楼的方式逼灭亡现身 然而这个方法也没有用 东景回到家 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地上沉沉地睡去 这时灭亡慢慢地走到东景身边 其实她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她 随后拉起东景的手给她充电 让她免于病痛地折磨 当她起身准备离开时 看到了沙发上的抱枕 害怕东景第二天起来会闹枕 所以贴心地为东景放好 第二天东景醒来时看到地上的抱枕 她猜到一定是灭亡来过了 东景非常生气 低头看向手上的手链 这是灭亡曾经送给她的 保证在东景生命结束前 不会感受到痛苦 于是她用力地扯断手链 这是她最后的希望 不久后东景就陷入了昏迷 被送往医院 恍惚中她想起了过去 和灭亡在一起的日子 一幕幕画面浮现在眼前 此时灭亡也知道了 东景昏迷的事实 她努力压抑自己想要去看东景的冲动 神悄悄来到灭亡身边 问她是否能一辈子都不见东景 无论她是生是死都能做到莫不关心 灭亡没有回答 随后起身去寻找东景 留下神自言自语道 孩子终究要学会反抗才能长大 爱情也需要经历试炼才能够炙热 东景醒来后身边依然没有灭亡的影子 当她走在医院的走廊中 终于看见了灭亡 东景诉说着自己的内心 大声咒骂灭亡就是个骗子 灭亡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东景 内心的思念再也抑制不住 她埋怨东景为什么要弄断手链 东景却说谁让你动不动玩消失 两个人相互抱怨着彼此 但是内心却很开心 最终还是重新走到了一起 灭亡告诉东景最近发生的一切 称都是因为她 导致东景失去父母 一个人孤独地长大 所有的不幸以及东景的生病 都是她造成的 因为灭亡的存在 才导致东景的不幸 东景听后并没有怨恨灭亡 她知道世间万物都有自己存在的诡计 这并不是灭亡能决定的 所以她不会恨灭亡 东景叫灭亡告诉神 她的不幸并不是灭亡造成的 误会终于说开了 就在这时 东景竟然消失了 灭亡已经厌倦了神的把戏 她立即去往东景的家里寻找 可是这里已经不是东景的家了 之后灭亡找到东景的弟弟 向她打听东景的下落 谁知男人却说自己并不认识东景 还说她是家里的独子并没有姐姐 灭亡又找到东景的同事 没有一个人知道东景 这下灭亡彻底慌了 原来神抹去了东景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 东景消失了 神将东景偷偷带回了自己的庭院 这里的花朵代表着世间的人类 神将手里的花盆拿给东景看 因为里面的幼苗是吸收她的不幸长大的 由于东景的出现 灭亡渐渐地学会了怜悯人类 东景知道了眼前的女孩就是灭亡的顶头上司 东景问她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灭亡 还说自己的不幸都是她造成的 神说都是为了东景 让世界灭亡或者是杀死最爱的人独自存活 因为无论东景怎么选都会痛苦 其实神也很爱灭亡 也希望东景能够幸福 所以才出手阻拦 神试图劝说东景离开灭亡却被拒绝 他很清楚自己的不幸并不是因为灭亡 这么说对灭亡不公平 所以他是不会离开灭亡的 神听到东景的回答很意外也很满意 神觉得给灭亡这种程度的威胁已经够了 之后告诉东景回到现实世界的入口 东景一直走到庭院的尽头 轻轻的敲门 没想到开门的竟然是灭亡 彼此惊恐的看着对方 东景不知道自己消失的这段时间 灭亡经历了什么 重新见到东景灭亡非常激动 听了东景的描述 灭亡猜测他去的地方就是神的庭院 东景说他跟神说了自己的不幸 并非是因为灭亡 灭亡听后不禁微笑 小小的人类面对神明竟然毫无畏惧 就在这时 东景的弟弟突然闯入 意外发现东景的家里竟然和灭亡家连在一起 好奇的像个傻子 灭亡向弟弟解释自己不是人类 弟弟却认为他是来带走东景的 灭亡否认并说自己是来救东景的 接着催眠了弟弟 等弟弟再次醒来时 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医院 东景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回家 和灭亡也恢复了同居 晚上带东景睡着后 灭亡悄悄地出门 神知道灭亡一定会找他 所以早已等候在此 灭亡要神不准再碰东景 神说他并没有碰他 只是碰了灭亡一下 神承认是自己错了 神希望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之后将手中枯萎的花复活送给灭亡 祝福和鼓励他们 接下来的日子 两个人生活得十分幸福 他们一起牵手散步 看樱花盛开 看着东景开心幸福的模样 灭亡的心里不禁有些失落 他想把世间最好的都带给东景 在这里东景重新看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还有儿时的自己和弟弟 曾经的美好再次浮现在眼前 东景想去追爸爸妈妈 然而下一秒却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感谢灭亡为自己做的一切 看见父母的那一刻东景内心无比幸福 这时灭亡说 如果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你最想做些什么 东景给身边最爱的人买了许多精美的礼物 接着带着灭亡去买手机 他不想再联系不到灭亡 并把彼此的名字存在了手机上 之后他们一起拍照 东景将照片设置成手机背景 路上灭亡问东景这些东西什么时候送过去 东景回答以后再说吧 灭亡知道这是东景留给大家的纪念 也许他并没有打算在活着的时候送出去 灭亡为了尽可能多的和东景在一起 来到他的梦中 继续幸福的约会 还有东景牵挂的人 姨妈背的包包 弟弟穿的鞋子 闺蜜拿的签字钢笔 这些都是东景白天为他们选购的 现实中无法送出的礼物 在这里都变得可能 看着他们开心幸福的样子 他非常感谢灭亡 第二天醒来 起床看见姨妈和闺蜜都在自己家里 东景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天灭亡来到神的病房 他向神表达了歉意 很抱歉之前没有好好听话 并保证以后不会这样了 灭亡说自己以后会努力做个好人 不会让世界灭亡 感谢神让他出生 说完灭亡离开了神的房间 他不知道此时的神已经口吐先血命不久已 这便是神的命运 一出生就疾病缠身 终生被病痛折磨直至死亡 这就是神维持世界的方式 晚上东景在门口等着灭亡 灭亡走过来握着他的手给他充电 这时东景说他想活得久一点 问灭亡能帮他实现吗 灭亡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东景失望地松开手 他说虽然大家看着他表面都在笑 其实心里面都非常痛苦 想必灭亡也一定听见了大家心里的想法 东景问灭亡每次看着他的时候在想什么 还说灭亡总在跟他说活下去 可明明他的眼神都已经死了 灭亡并没有解释 只是说让他按照最开始的样子做就好了 东景失望地让他离开 灭亡站在一棵荒凉的树前惆怅 突然出现一位老人 他说这棵树以前很美的 现在都不开花了 就跟我们一样都正在死去 听了老人家的话 灭亡似乎明白了什么 脑海中回想起东景的话 其实他看东景的时候 是在害怕再也见不到他 灭亡向着东景的家狂奔 来到东景面前 之后的日子 东景和灭亡幸福地在一起 东景给灭亡准备蛋糕 曾经听他说从来没有人给他庆祝生日 猜想他肯定也没收到过蛋糕 灭亡开心地吹灭蜡烛 接着东景要灭亡许下生日愿望 而灭亡的愿望却是 现在他为了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决定一个人独自离开 静静地等待死亡 东景在海边的小木屋住下 翻看着小时候的相册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他看着院子想起小时候自己和弟弟 嘻嘻打闹的画面 看着围墙想到和闺蜜初次相识的场景 走在街上看见路边的小吃 记得姨妈经常带他来买他爱吃的炒年糕 路过花店又想起灭亡曾送他的鲜花 这些都是东景最宝贵的回忆 现在为了大家 东景必须远离他所爱的一切 强迫自己忍住思念 这时灭亡突然出现在身后 他想拉住东景的手给他充电 却被拒绝 即便东景说不想再见到灭亡了 叫他赶快消失 灭亡仍旧坚持留下来陪着他 他想陪东景走完剩下的人生 因为灭亡的到来 东景的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他们一起开心地吃饭 一起散步 听东景讲他小时候的事情 一起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这天两人回家时 灭亡请求东景原谅自己的行为 此时的东景还不明白灭亡的意思 当他们推开门时 东景看到自己一直牵挂的亲人 朋友都站在院子里 灭亡知道大家也在担心东景 所以瞒着他偷偷告诉大家 姨妈走上前没有责怪东景 轻轻地拥抱他 接着假装毫不在意的样子 叫大家一起吃饭 随后姨父把东景叫到外面 告诉他不用担心 并承诺会竭尽全力 为他找到最好的医院 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姨妈一直在厨房忙碌 试图掩盖内心的悲伤 之后所有人带着悲伤的心情 吃着这顿饭 这时弟弟发现天空下起了雪 打开窗户叫大家一起观看 出雪的降临 让大家的心情都舒缓了许多 另一边神在给花朵浇水时 突然失去意识倒在地上 灭亡感应到神出世了 他和东景交代一生便匆匆赶往医院 灭亡感到时 神已经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不知过了多久 神虚弱地睁开眼睛 他叫灭亡不要难过 所有的事情都是注定好的 背负世上所有的伤痛 然后经历这些伤痛后死去 周而复始 这就是神的命运 灭亡终于明白 为什么神阻止他和人类相爱 因为爱会使人受伤 当爱消失时 会非常痛苦 神告诉灭亡 世间万物早已被注定 他还会重新出生的 最后灭亡离开了病房 出来时看见东景等在外面 两个人手牵手一起走出医院 灭亡把神的情况告诉东景 虽然很伤心 却也无可奈何 当他们正要过马路时 灭亡感知到小男孩有危险 于是上前一把抱起男孩 阻止悲剧的发生 灭亡知道这是他带给小男孩的厄运 因为东景在看着 所以灭亡出手救了男孩 东景的出现改变了灭亡 让灭亡变得善良 开始怜悯人类 这时姨妈因为东景的病情 伤心欲绝住进了医院 她想带东景去最好的医院 接受治疗 东景告诉姨妈 自己的病治不好的 就算做手术也会死的 姨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再次崩溃 请求东景入院接受治疗 为了安抚姨妈的情绪 东景选择暂时离开 在这里东景遇到了神 她请求神能帮帮自己 现在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神答应了东景的请求 虽然不能拯救东景的生命 但是神可以改变 东景眼前的命运 只要抹掉东景和灭亡的记忆 她就可以像普通的患者那样 接受治疗 努力生活 然后按照原来的命运死去 没有灭亡的记忆 也没有契约的存在 世界不会因为东景的选择 导致灭亡 也不会有人为她死去 此时一个男人 正在往楼道里泼洒汽油 打算毁掉整栋楼 接着点燃打火机 准备扔进汽油里 却被灭亡一把接住 男人非常愤怒 质问来人是谁 在这里做什么 灭亡则以阉明的身份 戏弄着人类 男人佯装镇定的叫灭亡赶紧滚 其实内心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见灭亡无动于衷 男人便开始攻击 可人类怎么可能是死神的对手 灭亡轻松制服男人 拿起汽油直接浇在他身上 接着将烟塞到他嘴里 将火慢慢向他靠近 男人拼命反抗 试图挣脱灭亡 他以为灭亡是这栋楼的业主 所以才会这样对待自己 殊不知灭亡专门惩罚那些 在人间作恶的坏人 男人最初是虐杀小动物 现在开始纵火 将来就有可能伤害老人 女人甚至是儿童 男人依旧不知悔改 灭亡直接拿起男人包里的东西 硬生生的塞到男人嘴里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忘记 东景的存在 神删除了他们两人的回忆 东景会按照正常人的轨迹生活 接受医生的建议 配合治疗努力求生 这时灭亡来到神的病房 向他控诉罪恶的人类 与此同时神也在试探着灭亡 发现灭亡已经完全忘记了东景 对待人类毫无怜悯 神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 同时也感到抱歉 在灭亡准备离开时 神对灭亡说着对不起 之后慢慢看向花盆 此时的花朵已经渐渐枯萎 楼道里灭亡和东景再次相遇 就像他们初次遇见时的那样 东景险些摔倒 灭亡伸手将他扶起 之后潇洒地离开 现在两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彼此 晚上灭亡看着钟表 似乎有些事情在等待着他 可是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第二天灭亡来到一个小男孩的灵堂 因为男孩是被他的父亲殴打致死的 所以灭亡要替小男孩惩罚他的父亲 男孩的爸爸见没有其他人跟来 直接卸下伪装 承认是自己杀了儿子 那又怎么样 果然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灭亡死死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灭亡控诉着男人的暴行 男人害怕了 慌忙地逃到地下停车场 灭亡慢慢地跟在身后 这时所有的车灯不停地闪烁 男人摔倒在地 灭亡走上前掐住男人的脖子 没想到这一幕却被人类女孩东景看见了 男人也趁机逃走 灭亡知道事情变得麻烦了 东景拿来一杯咖啡递给灭亡 交谈中灭亡发现东景竟然见过他 因为灭亡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根本没有人能够记得灭亡 但是东景却能记住他 东景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能看见这些 难道说我对你是特别的存在吗 还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忙 灭亡表示有时间还不如多想想自己 并告诉东景说 你很快就死了 不管想什么办法最后还是会死 说完便离开了 而灭亡并没有放弃对男人的惩罚 他把男人安置在太平间里 被发现时已经彻底疯了 东景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更加怀疑自己昨晚见鬼了 医院里东景再次遇见神 神提醒他有空可以去天台上看看 东景来到天台看见灭亡 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 使得东景的心情更加糟糕 随口说出让世界灭亡的话 灭亡听后笑了 缓缓地走向东景 没想到下一秒 女孩就头晕目眩瘫倒在地上 灭亡不忍心看着东景痛苦的模样 伸出手帮忙去走在他身上的疼痛 随后对东景说 你年纪轻轻就要承受这些痛苦 不应该心生怨气吗 你心地善良 可是下个月就要死了 而坏人却能活很久 你可以许愿 在离开的时候 让这个世界和坏人全部毁灭 东景不屑地说 难道我许愿了 你就会帮我实现吗 你以为你是谁 灭亡不乐意了 质疑我的工作能力 要不是我 你刚才就疼死了 是我抓住你的手 你才正常的 东景否认说一切都是巧合 灭亡再一次证明 等电梯门打开时 东景竟然看见了大海 最后终于相信了眼前的男人并不是人类 他向东景介绍自己 说他就是人人都惧怕的灭亡 还说从现在开始 可以让东景在死之前 感受不到病痛的折磨 作为代价就是和他签订契约 要求在东景死之前 许下毁灭世界的愿望 如果同意就抓住灭亡的手 可是东景拒绝了 他不想连累其他人 灭亡问起东景手上的红绳是怎么回事 东景自己也说不清楚 只是如果不带着会感到不安 这时灭亡看向东景 情不自禁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下一秒东景又回到了电梯里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另一边的灭亡摸着自己的脸颊 泪水不禁流下来 灭亡来到神的病房 生气的质问他是不是对自己做了什么 神说不是对你做了什么 而是对东景 灭亡生气地离开 与此同时 原本枯萎的花朵又重新焕发生机 即便两人失去记忆 还是无法摆脱再次相遇的命运 这时东景拿出手机 输入灭亡在人类世界的名字 东景拨打电话 突然电梯门开了 他们来到一家咖啡厅 灭亡向东景比划着神的模样 问他有没有见过 东景说见过 只是帮他打开平台而已 东景以为是自己得了脑瘤的原因 导致他失去了记忆 灭亡听后并没有发现异常 接着又问他刚刚在跟谁打电话 东景也很奇怪 当时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打电话给你 灭亡叫东景再打一次 东景照做 可是电话拨出去却无人接听 这下灭亡可以确定自己并不是东景要找的人 于是放心地离开 回到家 灭亡看到桌上的手机 好奇地打开 里面都是东景的位阶来电 手机里还有东景和他的亲密合照 灭亡认为这一切都是神导的鬼 神只是看了一眼手机并没有说话 于是灭亡化身成医生接近东景 趁着东景做检查 偷偷查看了他的手机 结果一无所获 检查结束东景的情况不太好 医生告诉他接下来的治疗会引起很严重的脱发 叫他做好心理准备 东景听后十分难过 他来到理发店想给自己做最后一次发型 持着海报打算来的明星同款 做完了 发型师对于这次造型赞不绝口 忍不住为东景拍照一座店面宣传 之后东景说帮他把头发剃光吧 发型师很惊讶 看着东景的病号服瞬间明白 就在发型师为东景准备剃头时 突然鼻血止不住地往外流 东景起身去拿指 这时脑瘤发作差点摔倒 幸好灭亡及时出现将东景一把抱住 接着被送回了医院 他做了一个悲伤的梦 在梦中他看见灭亡在自己的葬礼上 撕心裂肺的痛苦 他让灭亡不要哭 可男人却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东景哭醒了 看着守在床边的灭亡忍不住抚摸着他的脸 不停说着对不起 却被他无情地躲开 这时灭亡的脑海中 闪现出有关东景的画面 他想找神问个明白 而此时神的病房早已空无一物 于是灭亡进入到东景的梦境 企图用东景的笑容找回丢失的记忆 可这模样实在不忍直视 灭亡都看不下去了 提出两个人去外面找找感觉 这里是独属于灭亡的世界 万物凋零 如死寂静 东景不禁说道 生活在这样的地方难怪那么尖酸刻薄 多想些美好的事情吧 这里应该会变得不错 看着东景甜美的微笑 曾经美好的记忆再次浮现 灭亡不由自主地亲吻东景 昔日过往如潮水般涌入脑海 这时东景醒来了 他记起了关于灭亡的所有事情 急忙出去寻找灭亡 与此同时 灭亡原本荒芜的花园瞬间焕发生机 他来到医院却不见东景的身影 此时东景的手机响了 两个人深情相拥 即便示意他们还是会重新在一起 但是东景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他知道一旦恢复记忆 灭亡一定会替他去死 这天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天 东景打开门 灭亡送上他最喜欢的玫瑰 两个人深情相拥 约定要永远在一起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 灭亡即将代替自己去死 他们一起散步 逛街 努力让时间过得慢一点 晚上东景强忍着困意不愿入睡 他怕醒来后就再也见不到灭亡了 灭亡让他放心 说会一直陪着他的 等到东景睡着后 灭亡悄悄离开跟神做最后的道别 东景醒来后崩溃的痛苦 他以为灭亡消失了 比起死 东景更害怕失去灭亡 他让灭亡取消他爱人的权利 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他而死 灭亡说他做不到 因为他想让东景好好活着 待两人平静后 东景说想去灭亡的世界看看 这里空无一人 连时间都是静止的 东景不禁心疼灭亡 灭亡感谢东景能爱上自己 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孤单 灭亡亲吻着东景 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 灭亡意识到自己马上要离开了 他拉着东景的手安慰他没事的 东景很害怕 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灭亡说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幸福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这时灭亡的身体慢慢变得透明 最后消失 东景崩溃的大哭 灭亡用自己的毁灭带走了 东景的悲伤和痛苦 东景来到神的病房 这里早已空无一人 一切就像是一场梦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东景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 当他睡醒后 睁开眼看见灭亡的身影 他伤心地奔向灭亡怀里 诉说着自己的思念 可每次都被闹铃惊醒 枕头上还留下伤心的泪痕 东景将他和灭亡的经历 写成了小说 名字就叫 某天灭亡走进我家门 记录着他和灭亡相识后的点点滴滴 就这样东景带着 对灭亡的思念一天天生活 一个雨夜 东景回家时遇见了神 原来他没有死 通过手术活了下来 神感谢东景 多亏了他让神在这一世 可以拥有更长的人生 他们庆幸着彼此都好好活了下来 就在神准备离开时 东景将手里的伞送给了他 看着面前如此善良的女孩 神想为他做些什么 来到自己的庭院 一朵花正在努力绽放 这说明一个人类即将诞生 此时东景乘坐公交差点摔倒 这时灭亡出现拉住了他 原来神经心郁郁的花朵就是灭亡 而现在的灭亡已经无法让雨停下了 东景抱住灭亡 这次他真的回来了